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带你了解与谈的最新动态 北京时间2024年9月29日 澳门羽毛球公开赛展开最终决赛的争夺 国语公司人或组合参加决赛最终取得四战全胜的战绩 获得四个冠军混双郭新娃 陈芳慧夺冠 男双陈旭军 刘毅夺冠 女双李问妹 张舒贤夺冠 女单高仿街夺冠而男单冠军由中国香港的五家老获得 以下为具体赛况 混双决赛 郭新娃 陈芳慧以21比15 21比18击败德扬 维德加加 收获首次交手胜利获得本次混双冠军 也收获了本赛季第二冠 也是职业生涯合作以来G2024年泰国 公开赛后第二个雨连循回赛混双冠军 这场比赛郭新娃 陈芳慧打得还是不错的 陈芳慧今天往前打得很凶 郭新娃强往也很积极 第一局郭新娃 陈芳慧开局就取得领先 并以11比6进入局限 局限回来郭新娃 陈芳慧一直保持领先优势 虽然对手有追上几分 不过局末郭新娃 陈芳慧 连得3分以21比15先赢第一局 第二局双方开局打得挺激烈 9平后郭新娃 陈芳慧连得2分以11比9进入局限 局限回来郭新娃 陈芳慧前面还保持领先2分左右 后面被对手反超到18比17 不过最后郭新娃 陈芳慧连得4分以21比18拿下第二局 锁定比赛胜利 女双决赛 李温媚 张淑贤以25比23 18比21 22比20险胜谢佩山 红温慧 收获首次交手胜利解锁职业生涯合作以来 首个雨连寻回赛女双冠军 这场比赛李温媚 张淑贤打得非常艰难 状态有起伏 第一局李温媚 张淑贤开局落后以6比11进入局限 局限回来李温媚 张淑贤从12比16追到16平 随后双方陷入胶着状态 局末阶段李温媚 张淑贤最后在第4个局点才艰难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李温媚 张淑贤开局又是落后以8比11进入局限 局限回来李温媚 张淑贤追到12平 双方陷入胶着李温媚 张淑贤18比19之后 连丢2分以1比21输掉第二局 决胜局李温媚 张淑贤开局还是落后 从6比10开始连得5分以11比10进入局限 局限回来双方经历多次评分 李温媚 张淑贤在19比20的情况下挽救一个赛点 连得3分以22比20艰难拿下局胜局 女单决赛高仿杰以21比23 21比9 21比11逆转铃相提 取得交手首胜夺得首作超级300冠军 也是职业生涯及2022年印尼马郎 大师赛后第二个雨连巡回赛女单冠军 打破时隔24个月的冠军荒 这场比赛对于高仿杰来说真的不容易 虽然是300赛的冠军 但是对于大伤之后付出的高仿杰 来说可以再次夺冠非常不容易 赛后高仿杰也哭了 首局比赛林湘提打得十分积极主动 发力很猛反观高仿杰不紧不慢 有些跟不上开局就2比9落后 但是正因为这样的打法消耗很大 在高仿杰大范围调动之下 林湘提失误逐渐增多 高仿杰慢慢将比分追至17平 只可惜关键分上 缺少制胜一拍林湘提发力 以23比21惊险拿下首局 第二局林湘提明显体能耗尽5平之后出现大崩盘 高仿杰轻松以21比9扳回一局 决胜局林湘提体能有所恢复 但是多拍之后在高仿杰的技术面前 林湘提无数次望求星叛 最终高仿杰以21比11再胜一局拿下冠军 巧合的是9月29日还是高仿杰的生日 这个冠军也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南双决赛 陈旭军留意21比18 21比14击败卡塔曼·伊斯法哈尼 获得澳门羽毛球公开赛冠军 也是两人合作以来第一个巡回赛冠军 这场比赛陈旭军留意整体发挥还不错 特别是留意今天事物没有以前的多 打得也非常激情 第一局陈旭军 留意4比0开局接着对手反超到9比7 陈旭军留意连得4分以11比9进入局限 局限回来陈旭军留意一直保持领先优势 最后21比18拿下第一局第二局陈旭军 留意在5平后 拉开比分以11比7进入局限 局限回来陈旭军留意保持领先优势到最后 以21比14拿下第二局获得比赛胜利 南单决赛 吴家朗以21比19 21比17战胜郑加恒 取得首次交手胜利获得本次南单冠军 也是职业生涯第三个雨连巡回赛南单冠军 打破时隔19个月的冠军荒 第一局吴家朗开局领先并以11比7进入局限 局限回来吴家朗还是保持领先 最后局末被追到19平 不过还是连得2分以21比19先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吴家朗开局3比6落后反超 以11比9进入局限局限回来 双方将持到15比14 吴家朗打了一波6比1的小高潮 以21比15拿下第二局 恭喜中国队五冠国语四冠完美收官 今日的比赛还有一大亮点 那就是混双的教练 在2024澳门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上 国语混双郭新娃 陈芳会组合2比0战胜 印尼德阳 韦德加加组合夺得冠军 这个也是他们今年搭档拿到的第二个冠军 上一次他们夺得泰国公开赛混双冠军 这对印尼组合是这一次比赛的3号种子 目前世界排名第11位 国会组合是这一次比赛的5号种子 目前世界排名32位 今天他们夺得冠军 下周世界排名会有提升 本来以为这一次成星 张弛组合更加的有竞争力 没有想到他们提前被淘汰出局 平时国语混双都是杨明教练在指导 这一次突然看到冯兴桥教练在场边指导 我想很多人都不认识他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个教练 中国体育比赛传奇频道就想顺便收集一下 关于他的资料 可是并没有查到过多他详细的资料介绍 他真的太低调了 官方都没有关于他的详细介绍资料 就连升高年龄这些信息都没有 只知道他运动员时代世界排名最高99名 还有他在运动员时代的搭档是樊林华 这个樊林华也没有详细的介绍资料 冯教练在运动员时代夺得过全国 冠军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2001年退役 退役之后他先在泰国执教5年时间 2008年前往西班牙担任教练 在西班牙培养出了马林这个女单大满贯运动员 马林在14岁开始和她学习 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冯兴桥教练非常的有经验 其实如果在运动员时代成绩一般 那么为了弥补运动员时代的遗憾 他们会在教练时代更加的努力学习 所以教练们做出成绩并不奇怪 现在的国语混双杨明教练就是这样的例子 他把国语混双打造成世界顶尖的存在 冯兴桥教练现在也是国语混双的教练之一 有他在国语教练团队就更加的强大 澳门公开赛冯兴桥教练带队就直接让国语混双夺得了冠军 虽然郭新娃与陈方惠打的过程之中出现一些失误 听说郭新娃带伤打 冯兴桥教练领场做出的战术改变收到很好的效果 就是尽量让陈方惠进行补位 所以这一次看到陈方惠有时候经常退到后场来补位 甚至他发起几次进攻反而直接得分 还有郭新娃被动接球或者发起进攻的时候 陈方惠也有意识地协防对角线一带 因为印尼的女生是个高个子 所以她在往前不太灵活 印尼的战术就是想办法二打一后场的郭新娃 当陈方惠后退协防之后 印尼这个战术执行起来并不顺利 目前国语的混双已经进入良性的竞争 继续保持领先世界的水平 我们只要继续相信杨明教练与冯兴桥教练就可以了 国语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